这半棋讲解是弃子对杀 2019年的支营会 红智对战刘大华的精彩对局 二人在第一轮相遇 开局的话是单体马 对战平风马 接下来红方出狙 黑方也就冲 这儿的话这个棋啊 红方先压过去 他是担心呢 狙一平四之后 人家进炮可能封狙的手段吧 这样的话这个棋 黑方就小足杀出 这儿啊 黑方强到至高点 准备呢吃兵啊 骗你 你要敢吃的话 我就抛二斤四打你 所以红方不敢轻举妄动 先飞着巷再说 那么找机会就可以吃 还可以出狙 现在呢 黑方赶快上马 红方文一点可以聚一平三 凶一点直接拿出来 形成一个对杀之势 到这儿也是投尸温路 黑方呢要对 那换掉的话 红方就徒劳了 不换的话 现在是对杀 黑方可以考虑马骑进吧 那么这儿你不敢吃啊 你一吃我就补试 你一走开 我这边是有一个杀招在里面 这样的话 对方就危险了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 对方很可能会先补试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再组一个吃 吃完之后 这里吃着双 对方选择的交法 正常是要上马 然后黑方就可以回马打狙 红方吃马 黑方就补试 这个炮二平三是要打向抽狙啊 现在退狙肯定也可以 但是比较笨 飞向啊 就灵活一点 对方如果想先其后取啊 就可以看住 这样的话 这个子你吃不回啊 那很明显这个棋 黑方多次有力 那么到这以后 他是担心对方 可能弃死之后有攻势 所以的话 就没敢这么下 就比如说 现在一上马 这边这个像 是不是危险呢 其实呢 走到这里 黑方只要上马 看住即可 所以的话 这个棋啊 很明显 那么黑方多次占优 因为这个棋 它过于复杂了 所以的话 临场呀 李大华没敢这么选择 他走的是一步 稳健的招法 就是我回马 先打狙 利用对方 结果红方这里一卡 随时要吃中族吃相 那不舒服 又跳出去 红方的话就过兵 黑方这时候 当然可以继续上马 但是这个棋 因为慢了一步啊 应该说 红方可以先其后取 就比如说 你往这一跳吧 就准备吃人家的时候 他就让开洋你吃 吃完之后 他正常上马 是要抽你狙 黑方当然是卜士 因你进来在捉你啊 这个时候 他有一个马 六金八啊 踩着炮 打狙啊 吃马 将来以后都会狮子 所以这度棋的话 那你啊 将来也是难逃便宜 所以呢 这个棋到这儿以后呀 黑方呢 他就先走的一步捕士 到这儿 红方是走的一步 拥四平二 捉 黑方的话 就拨八平六 接下来这个 鞠退回就要去对啊 正常的话 这个棋 对掉以后啊 这儿选择推炮 就可以把鞠赶走 你要是过来的话 我这边就打 那你再冲 其实也没有用啊 因为这儿是有一步 将来 新炮 可以打鞠啊 追回这个兵 所以黑方这度棋 是可战的 而且已经反先 实战黑方强行上马 这步棋就有点过分了啊 准备去回麻将杀棋 那红方正常上马 形成担子炮 这儿看住视角啊 那么你现在不能将 他只吃了一个子 结果还是走到这个实战招法啊 封住 接下来我们看啊 到这以后呢 他现在这个棋啊 准备打鞠彩炮 那黑方的话 现在啊 他走的是拥有推 意思呢 就在于 反正我推炮打你来不及 你这边会得子 索性我给你吃一个 把你引过来 抓死你啊 红方当然不上当 红方先打鞠 黑方正常也就是鞠二平三 再说啊 黑方认为这样去防守太苦 他索性呢 直接来了一招 炮一平二啊 就是说给你吃一个啊 因为你直接走这个 他可能会担心 平炮的手段啊 那么到这以后就吃掉 那么对不起啊 以为可以先去后去啊 人家这里跑掉了 所以对完之后 这个红方兵给保住了 所以由此 红方这个棋啊 形势就反客为主了 那么现在黑方啊 这个棋 也是比较被动 红方也要反先啊 到这赶快抢兵吧 走鞠五平三 它是一个空招啊 结果呢 红方 鞠二平四 黑方现在就 平炮过来 接下来这棋 红方就挺兵 那黑方把这个 项一落呀 到这啊 他是想找机会 放中炮 现在的话 红方根本就不怕 因为他担子炮 看着你马不能将啊 有鞠还在这里 万无一失 你将也要拱你一下 所以呢 黑方就想去消灭这个兵啊 结果人家上马一登双 踩着鞠 这边又踩着炮 你将军啊 他拱你一下 所以到这以后 你吃马的时候 他这个马又退回 还不给你换 现在吃着炮 也是比较尴尬 这个炮再次甩开 然后呢 红方跑八平七 走到这个位置呀 现在啊 有一步上马 打鞠打向 闷杀 所以这儿飞向 然后呢 放中鞠 必要时候破双向 走到这里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呀 红方占优 黑方现在这个棋 点进去 避免他啊 这里去打 那么这儿的话 强迫对方上马 找机会炮打出去 形成对杀之势 那红方就上马 黑方就先扔一将 啊 这儿就武士 你现在平鞠的话 他可以挡你啊 所以呢 你不能够长叫抽 啊 走到这儿之后 现在面对吃啊 这边就选择一个落啊 这个鞠不敢离开 原因是担心卧槽马 所以呢 这个棋就落向啊 用鞠砍 这儿的话 红方就成人之为啊 给你对鞠 对完之后呢 现在啊 他还有一个闷弓 所以你非对不可 不能逃 接下来打着向 再飞向 那鞠对掉之后呀 黑方没有了 鞠三平二的反击手段 这个马被摁在这里 显然是不舒服的 红方现在推炮 想把这个马换掉啊 那必要时候 这个棋就是 兵种好欺负你 现在他围要不打 不着急 黑方还是推炮坚守啊 这棋还是比较苦的 红方挤住炮 黑方支住马 这儿直接下来 接不起呢 意思就是破向啊 落向之后呢 回马踩足 这儿过足以后啊 现在呢 走了一步上马 还是要抓势啊 势一走之后 向掉你 那这个足丢了之后 还是马回不来 选择的招法是平炮 试图呢 弹子炮啊 过来防守 但是红方这步甩炮呀 打着向 那么对方只好跟住 这儿的话 推回一蹬啊 利用一下 然后的话 推炮牵住他 这样的话 这个棋还是要做马 拔进棋啊 那么最终这样的棋的话 挡不住呀 黑方眼看 上下也没用 拱掉了 只有落势 这儿瞬间打进来 形成四子围城之尺啊 这个棋确实很痛苦 退回之后 要炮八平五啊 那么这儿推炮 找机会 放中炮 这边先踩一个 准备将军踩炮 那么这儿退回啊 顺势一将 退回之后呢 这里如果你去打的话 他可能 弹子炮啊 将来砍住 打马 你一冲兵 弹子炮 你不冲的话 用炮换马 那肯定是不愿意 所以他不打 先放中炮 控制你啊 你现在打马 他这边就退回啊 准备将军呢 踩你 这儿的话 黑方就逃跑 红方又吃一个 连销带打 黑方退回之后 找机会卧槽 偷杀 那么对方退回啊 这儿就顶住你 所以上马也没用 进炮的话 这个棋啊 选择跳马 先钓鱼马 固定你的老将啊 反正进不去 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甩炮 他是一个打象偷袭 那现在这个象就落回 不给利用 那黑方上马 看似下一步棋要偷杀了 红方啊 这个棋先跳了一将 那么正常肯定是要上 然后平边又是一将啊 这里就解围了 然后的话 这个马一退啊 下一步棋啊 有一个重炮 将军的杀招啊 到这儿还有一个回马 将军踩炮 所以这个棋啊 确实是很难下的 已经啊 你卧槽将他出来 等于是帮对方走起啊 将来还多了一个兵斗平武杀招 所以这个将也不是 不将也不是 眼看着人家这里啊 叫杀抽紫 那么林大华实在是抵挡不住 只好认输 红志获胜 就算是抵挡不住了一个兵斗平武杀 就算是抵挡不住了一个兵斗平武杀